大家好, 今天會講一下大家比較容易忘記的技巧 我們馬上看看有哪幾個 第一個是面積比和體積比 一個是公安考試經常考的題型 如果對於一個相似圖形來說 我們會有體積比是邊長比的三次 而面積比是邊長比的二次 好, 注意我們必須要是相似的圖形才能用的 我們看看一條例子 這條例子是參考2017年DSE的Paper 1的 我們看看題目 題目給了一個金屬的實心圓柱體的 底面積是52π 而它的高是21π 融解了之後它就會形成了兩個相似的圓錐體 較小的圓錐體的底面積 就會比較大的圓錐體的底面積 比例是9比16 A部分它就想問大圓錐體的體積 由於兩個圓錐體是相似的 所以我們得到面積比是邊長比的二次 經過化檢我們可以求得邊長比是3比4 所以體積比就是3比4的三次 即是27 over 64 因此我們可以找到大圓錐體的體積 那就是我們原來的圓柱體 52π乘21 一個體積 成一個比例 就是64 over 27加64 計算是768πcm3次 好了 那到B部分 B部分它給了大圓圓錐體的高是16 那它就想問小圓圓錐體的總表面面積 那我就會假設大圓圓錐體的底半徑是Rcm 由於我們運用體積的公式 3分之1πr2次乘216 就要回768π 所謂得出R就是12 因此大圓錐體的總表面面積就是 πr2次加πrL 按得出就是384πcm2次 用回面積比跟邊長比的關係 面積比是16比9 所以我就可以找到小圓圓錐體的總表面面積 是384π乘9 over 16 就是216π 那麼我們可以運用到面積比跟體積比 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資訊 好 去到第二個比較容易忘記的技巧是極座標 極座標大家可以看到一條極軸 是類似XSS向右邊指的 那它逆時針旋轉R和FETA的時候 那一點就叫做R commonFETA 就是它的極座標 那原來極座標和我們平時的直角座標之間 是可以做互換的 首先由極座標變成直角座標的時候 就是X等於RcosFETA 而Y等於RcosFETA 而反過來也可以 那麼R就是可以好像不是定理一樣 是X的座標的二次 再加Y的座標的二次開方方 而TANGFETA就是Y over X 那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要留意的帳限 那麼我們看看一條 改至2015年PASSPAPER的題目 它給了一個點A我們 那直角座標就是 負開方3,1 現在A點對著X軸反射 那求它像的座標 那我們可以知道 像的直角座標就是 負開方3,負1 因為它對X軸反射 所以它會的Y座標 就會上下調轉了 即是差了一個負數 那由於我們用一個公式 R就等於負開方3 括著的二次 再加上括著的負1 再加上括著的二次 就會得出2 而另外TANGFETA就是負1 再加上括負開方3 那剛才說過 我們要注意的帳限 按計數機會得出30度 但由於 那個帳擊點 應該是在CORGEN V 帳限3 所以我們會加上180度 上去 得出210度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 極座標就是2,210度 好 第3個我們比較容易忘記的 是REMAINDER FILM 當中的技巧 我們可以看到透過除法的原理 我們可以把一個多項色 寫成一個Diviser 除色 乘以COSION 上色 再加回REMAINDER 餘色 好 如我們看到一個長除法 裡面的時候 它可以 Fx Px 和Qx Rx 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 而這個 餘色定理 REMAINDER FILM 就是當一個 Fx 比一個Mx 減N 除的時候 它的餘數就是Fm overm 好啦 如果它比一個Ax 二次加Bx 加C 除的時候 它的餘色就是 Ax加B的形態 而我們就是想教大家 如何找回這個Ax加B 我們馬上看看題目 它給了一個 Fx Degree3 即是刺脈為3 的多項色 Fx 除以x 減2 的時候 REMAINDER是5 而F-1 等於-1 那它就想問 叫你找個REMAINDER 當Fx 除以x 二次 減x 再減2 根據定義 我們可以直接把Fx 寫作 x 二次減x 減2 再乘以qx 再加x 加b 好啦 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會見到 將x二次 減x減2 能夠因色分解 變成 x減2 x加1 好 之後我們由於題目 比了F2 等於5 和F-1 等於-1 我們代入去 當我代個2的時候 就會發現了 2減2是0 0 所以我們直接寫 2a加b 其次 我們代入F-1 進去 F-1加1 都是0 0性 任何東西都是0 也只剩下F-a加b 等於-1 我們一式二式 處理它的時候 就會找到 A等於2 和B等於1 所以我們得出 余式就是2x加1 而另外我們會有另一個例子 看看這個例子說什麼 就是講了一個 x減3 是F-x的其中一個因色 他想問 下面哪一個 是F-x加2的因色 有4個選擇給你選擇 那根據定義 F-x是等於x減3 乘以qx 那由於 他說F-x加2 所以我把x位 就寫作x加2 按得出 x加2 減3 乘以q x加2 化減得出 x減1 乘以q x加2 因此我們就會得出 x減1 必定是F-x 加2的其中一個因色 所以我們會選擇答案是B 而今天講的最後一個 比較容易忘記的技巧 就是截點公式 Session Formula 我們看到 P點能夠把一個線段AB分成兩個部分 比例是H比K 那要找P的Coordinate 我們可以透過公式 其實好像打交叉一樣的 那就是H乘以B的座標 和K乘以A的座標 再除了兩個的比例上加 大家可以記得幾條公式 那我們可以看看個例子 現在給了一點叫做P 叫做2,負3 是AB上的一點 而A的座標是4,5 那它也給了AB等於3個AP 那就叫你找B的座標 第一件事 我們首先畫圖 好了 當我們畫了圖之後 那我們可以看到 AP是1的話 AB是3 我們就會得出PB應該是2 好 根據公式 2 就應該等於2 乘4 加X除3 這個是用回我們截點的公式 我們得出X等於-2 同樣道理你們 Y都可以這樣求得就是-19 所以我們可以求得B的座標是-2,-19 我們今天就講了4個大家容易忘記的技巧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可以搜尋DSE Mesh Helper 去找到更加多的資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